空石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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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这边很多人都很努力地恃笑上面的人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些的话应该死 那些就 那些都可以说 今天虽然是918事变 我们录今的时候 81周年 81周年 是啊 81周年 大家就 不太好失去 今天我们又不是讲 就是综合关系 亦都不是讲电阅台 这样 我們就答應了大家說的 有關香港的事 講回香港的民主發展 我們略盡便力 不敢答應大家什麼 如果真是這麼容易想的話 香港總共民主了 但也就是略盡便力 貢獻我們少少的努力 去幫助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 我們就入政題 我們先說 香港 講一些背景 香港自從1997年回歸以來 香港的民主進程 真是可以說是了無寸進 是 我們特區行政長官 仍然是小圈子產生 最初是600人 最初是 最初是400 最初是400 最初是400人 老董那時候400 然後2007年那屆 800 800 現在就 1200 1200 但是說真的那句 雖然有很多人 特別是幫 所謂幫手爭取了 感情改方案的那些人 經常都說 這是一個民主進步了的表徵 但是說真的那句 共產黨 他要找多400個 找多2000個舉手機器回來 有多困難呢 是啊 用不容易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出球普選 就是因為 共產黨不可能找400萬個舉手機器 是啊 所以 所以我們想說 其實這個所謂的選舉委員會 他多了一倍人也好 多了十倍人也好 他仍然是一個小圈子選舉 是可以給壓力人 是啊 沒錯 可以給壓力人 這次特首選舉很清楚 是啊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有資源最噁心的一次 最噁心的一次特首選舉 就是 用黑材料 用黑材料 來達到這個目的 是啊 是啊 當然我對我們 偉偉奇觀 未試過的 特首選舉這方面 亦亂無寸進 在取消功能組別這方面 亦真的爭取了這麼多年 一路走來 始終不行 是啊 好像某些人一樣 好像某些人一樣 但現在還是 始終不行 始終不行 是吧 內春也有些經常 主張自己爭取民主的議員 就整天都主張要去除功能組別 但他自己就選了六屆功能組別的議員 就今年才不選 是的 那就 功能組別的存在 固然當然不利民主 因為我們看到了 一個這麼 就是選民基礎極小極小的 一個所謂的 一個組別 一個 一個組別 他是有權去否決 另一個 可以用 可以用百幾二百萬人選出來的 另一半的立法會 的決定 是 所以功能組別的存在 是多麼不民主呢 以及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的議員 那些界別 怎樣 即是憑什麼準則 去界定 去劃出來的呢 也都真是無人知道 當然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其實最後 就是 叫做 such that 就是這個 政府的議案 政府 在決立法會裡面 由始至終 都要保持一個有利的位置 那這個 要擋住一些 其實主要的分組投票 是要擋住一些 一些我們所說的 私人條例草案 或者是一些 修定案 一些法案 對政府不利的法案 是的 修定案 之類的那些 但決議案是 major 是simple majority 是的 沒錯 就是半個 即超過半數人 舉手贊成就過了 但是這樣 但是關於這個 政制的改革 政制的改革 就要三分二 三分二 所以經常都說 關鍵二十四席 關鍵少數就是這樣 因為有三分一的人 如果舉手反對的話 那個議案就過不了 所以為什麼 現在這個功能組別 其實世界上 都沒有一個地方是用過的 現在 仲觀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從來沒有 有 不是有的 法西斯時期的 西班牙 四十年代 麥朔里尼 西班牙 即是麥朔里尼 西班牙 即是麥朔里尼 就是西班牙 葡萄牙都幾多次有 薩拉查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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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隨時以外 真的都想不到 有什麼地方 那個 那個議會 是有功能組別 這個東西 是的 是的 還有就是 禁千秋萬世 都 因為全世界只剩下 香港的一個地方 有 是 那 有些外國人問過 類似 關於選 香港選舉的事情 我解釋了一段 他都不太明白 正常 因為香港是逐一無二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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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最複雜的選舉 超複雜 我講完之後 他都是一塌無水 是的 是的 這個Functional Constituency 究竟是有人說過 做什麼的呢 真的有陣子說 是的 那就是 當然我可以提供一個 最簡單的答案給他 就是為了 保障政府 保障政府 對 保障政府 保障行政主導 的優勢 是的 正常 如果這樣 在這個情況下 在外國議會 政府有這麼多票 其實施政應該很暢順 才對 但是香港又不是 香港又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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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很困難的 香港施政是 那實在是 不是 這個跟政府合法性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 外國 如果真的有本事 在執政黨 是無論在總統 即是行政地位 或者在立法機關裡面 都拿到絕對的優勢的話 你也證明這個政府 其實是很有民意授權 是很有合法性的 但是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是一個沒有民意授權 一個沒有民意授權 合法性的政府 沒錯 所以 所以 他推出什麼政策 都好 一定是 舉報難間的 舉報為奸 對 舉報為奸 甚至沒有一些 親政府的黨派 包括民建聯這些都好 幾乎去到 差不多 選舉的時候 他都要跟政府唱反調 否則 對他們選舉不理 其實 雲書就說 建制派議員 其實罵一些官員 比起那些拉布 扔招的更加惡毒 是嗎? 竟然是這樣 是啊 這個 周圍都說的 這個 不過這個 關門說 關門 但是罵得極其惡毒 哈哈哈哈 哈哈 真可憐 這樣 那 那 想說什麼呢 就是 說回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 香港 功能組別 到現在 都一直都沒有少過 不減反爭 是 多虧我們2010年的政案方案 是的 那 就 除此之外 有什麼利用真的進步了呢 區議會取消委任 取消委任議員 是啊 但是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 你說它有進步 我覺得真的 都無謂拿出來說的 一個進步 區議會有什麼權力呢 區議會有什麼權力呢 還有委任的 還有委任的 還有 還有的 還有的 它不是 變少了 慢慢變少 它是想逐步逐步去取消這個委任制度 但是 上面還有大概 大概一百位 真的少了的 我忘記了實際數字幾多 但是 一百位很多的 全香港只有幾百個而已 四百幾個的 是啊 不好意思 我不清楚數字 但是 是逐步變少的 逐步變少的 是想完全取消這個委任制度 是啊 但是我剛剛說了 其實這個說真的 真的沒什麼意思 因為說真的 區議會回歸後 你取消了區議會 即市政局之後 其實 區議會 區議會 兩個 兩個施設了之後 其實 沒有什麼好做的 區議會 公能制度已經減少了很多 其實已經 即是它唯有就是 繼續搞整隻餅種而已 是啊 沒錯 是啊 對 因為是支出機構而已 是啊 因為區議會 其實公能制度減少了 亦是妨礙民主上的發展 因為 你這樣極難 更難去培養一些政治人才 是 你現在其實 因為你透過區議會 其實是做不到一些 即是說 所謂的知名度 一個政治人才的知名度 你這樣是 沒有人知道的 最多就是說 我的區就知道我的區議員 但是第二個區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也是 有一點點阻礙到發展 找到了 根據維基百科的那個 委任議席 委任區議員 還有68個 還有68個 總數就是 總數是507個的區議員 2011年的時候 還有27個當然議員 那當然議員那些就是另一回事 那些就是 是一樣東西來的 是一樣東西來的 那民選就有412個 那是越來越少的 說真的 但是 剛剛都說了 其實區議會 基本上留在這裡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而已 是的 諮詢機構 搞蛇丹病重 對於大部分的人 他的諮詢機構 還不是諮詢什麼東西 全部都做什麼呢 區議會主席 他OK了 什麼人都不用問的 是 所以變成就 你民選 就算那些民選議員都好 其實都做不到什麼東西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香港區議會 十八區區議會 全部都是 是建制派把持的 他們做主席的 是 所以 其實我這樣說 香港人很聰明的 很老實 那些區議員 即是如果你是建制派那些 那你也會說 蛇齋餅種 是的 那我明知道你沒有用 我當然是投蛇派餅種 是吧 其實大家明白的 當然是 有明白的 一到立法會 已經就不同局了 就另一個 就另一回事 已經完全 立法會選舉 就真的 就真的投票 給那個政權取向的 是的 但是什麼都好 就是我們focus在那個 什麼位呢 那個民主發展那裡 那我們就overview了 即是香港民主發展 其實到現在就停滯了 停滯了 也都真是 即是 九七前回歸那個 民主快車 就真的都不再 是的 雖然當 其實當 那種最大最大的阻力在哪裡呢 即是 當時其實 在港英時代 其實都有阻力的 其實基本上是來自中國共產黨 現在都是 即是 現在都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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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評價 公開就批評這個 這個 憑定康就是千古罪人 將來要奢侈人亡 是 這個是陳助爾說的 嗯 嗯 嗯 尊責罪人是老平說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老主任說的 是老平主任 是的 因為九七之後領起勞組 因為就 是的 九七前那個 有歌身九組的方案 即是共產黨都覺得不能接受 所以就在九七之後 就推倒重來 就整個臨時立法會 是的 臨時的一年 所有的民主派議員 除了民協 之外呢 是的 民協那時候都很厲害 原來有四個立法局議員的都有 是的 是的 那就 那時候連廖成利 都在上客都在裡頭 是啊 廖成利 廖成利 嚴天生 還有 死了 嚴基 嚴基還有一個 哎呀死了那個叫什麼呢 是不是張國柱 不是張國柱 張國柱是民協的嗎 嗯 嚴天生和誰 死了 算了不要緊 算了不要緊張 個人 都不記得 這年不重要 那所以就如是者 就 就 今天啊 仍然都是共產黨 香港民主發展的最大最大阻力 沒錯 他怎樣 他怎樣阻礙香港的民主發展法呢 其實呢 他呢 在基本法講呢 不是講循序漸進的 嗯 循序漸進這個字 是相當抽象的 是啊 就是如果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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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三十 我我將七十個位 我將如果我每一屆 是跟增加個直選議席 那會增加多少次呢 想請問 都是叫循序漸進的 其實 是啊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 叫循序漸進的 其實是啊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 是你很難說怎樣已經叫循序漸進 然後循序漸進之後呢 還要呢 2008年 是不是啊 就是釋法 是 是的 就說要2017才是特首普選 2020才是立法會普選 嗯 那就是呢 at the end其實呢 他一釋法 再加上循序漸進這個抽象字眼 其實就是 其實那個裝 大家都知道是欠在哪裏的 是啊 就全部在這個阿爺的手上了 嗯 當然啦 是他們那個那個 那個算盤 在計算幾樣東西的 他怕香港第一個變的話 如果真的全面是 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話呢 就衝擊他們裏面的情況 是啊 第一件事 因為他們說起了一個壞先例的 第二件事 就是呢 他怕選了一個特首出來呢 那個特首呢 是跟他唱反調的 尤其是在 在國家層面的問題上 如果真的選了黃毓民做特首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大件事了 是啊 不過這樣 這個我很放心 香港人這麼聰明呢 是不會選黃毓民的 是一定會的 是一定會選黃毓民的 是的 你想亂講的 如果真的選黃毓民 就很大件事了 是很大件事的 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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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釋法 先看吧 嗯 108年 我沒有記錯釋法 好像又不是 上網看好像是 2011年就是 江果 江果那次 是的 2010年就是 政改方案 2007年政改方案推倒了 對 是的 是的 推倒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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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釋法 對 對 2007年了 推倒之前釋法的 是的 是的 那麽 忘記了了 都查不到 不要緊 總之我們記得 某次釋法 是的 好像不是釋法 好像是人大 不知道什麽 就走出來講 決議就是 是的 2017年就可以普選 行政長官 2020年就可以普選 立法會 是的 因為循序漸進 這四個字 那麽但當然 其實如果 其實他講到這麽 其實我們是 是不是可以 放心地覺得 2017年就有得 一人一票呢 嗯 他解釋 當時 法公委解釋 就不是只要說 說一人一票 他講一人一票 你是可以一人一票普選 那麽對啊 大家明白啊 不是 在他眼中 在他眼中的普選呢 只是一人一票可以選的 到時原來 有提名委員會的 是的 到時你只能夠 到時你只能夠選擇 這個梁愛詩 曾俊華 和這個 黃仁龍 你選誰 是的 你不能選黃毓民 怎麽算呢 是的 要有個 這個提名委員會 去過濾 過了一堆 是的 去合乎 深意的候選人 才讓我們選 是的 其實這樣就變相 都是剝削了我們 沒有說黃仁文 到時你何俊仁 都沒得選 是的 這樣 所以就是 這個這樣的 循序漸進 說真的 說了等於沒有說的 是的 說了等於沒有說的 什麼叫循序漸進呢 是的 剛才我不是說過的情況 一萬年之後 才有普選見的循序漸進呢 沒有啊 每一屆 增加一個直選席位 在立法會上 多少年呢 如果你想全部都以下直選席位 需要多少年呢 不是啊 他到時就說功能組別 以及正常認為 齊增加一個議席 到時永遠都不普選 是的 這些叫做擠牙膏 對 擠牙膏 慢慢來 拖得就拖 是的 你不要忘記哦 他說 香港回歸 祖國是五十年不變的 萬一真的 雖然都正在變了 接救你五十年了 是的 五十年 第五十一年 他可以說 推倒重來革 但是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了 我正想說這件事 2047年實在太遙遠了 太遙遠了 那是2047年 2017年 我們都過不了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是的 2017年一個面 發生什麼事 今年可能曬天每天 這個我放心 肯定不會 當然是開玩笑 這個就 開玩笑 這個就 大家不要對這件事 這麼認真 我是認真 我是很認真還是否定他 我很認真還是否定他的 很認真還是否定他的 是的 這樣就回回來了 好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 共產黨 你都真的不是 always 都不會 keep his promise 但是我覺得 對於共產黨來說 香港可以有普選 是 但是呢 仍然是要保證 在一個什麼情況之下 就是 他要保證 在普選情況之下 都會選到一個 他覺得OK的人出來 at least一個特首 對 at least一個特首 at least一個特首 at least一個特首 看今次選舉 都知道 看看他們的配票比西 其實就是 其實共產黨 其實是 其實他 在這十幾二十年來 他真的 他真的訓練了一部 很準確的選舉機器出來 是 所以就真的 說真的 如果真的玩選舉 總之有一天 其實我真的恐怕 在香港 就算民主派有他的民主歌環在這裡 都會輸給建制派的選舉機器 不行 他不會令他輸的 什麼意思 誰令誰輸 我知道 我明白 我幫意思就是說 其實共產黨 不會令到民主派 輸得一敗塗地的 是啊 不會讓他輸得完的 但是也不會讓他 他一定要 他 他基本上明白 六四的光環 就是那個政治光譜 實際上 這幫人 長期在這裡 對共產黨的反而是有利的 是啊 長期在這裡 這幫人長期在這裡 但是他做不到實質的事情 喂 是啊 他做到實質的事情 喂大哥 給你那幫人 那幫人 說真的那句 是不是根證苗紅 大家心中有數 是不是 給你 給你那幫人 玩了 怎麼辦 是啊 不行的 你看看劉光華下場就知道了 這個下場 就是你劉光華 你打算在民建聯那裡 打算可以拉頭 你還打算勇兵自重 你呀 沒辦法了 是啊 什麼都好 但是 香港的情況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對於共產黨來講 香港繼續 胡運下去 對共產黨來講 是最有利的 應該這樣說 是 香港 香港 不可以 所以 他在政制上要繼續胡運 但是經濟他一定要發展 實際上他要發展 因為沒辦法 要轉而視線 又要 第一轉而視線 第二利益 是啊 沒錯 因為在旅途 因為旅途很多人在香港 有無數多房產 田產 資產 財產 這樣 是窗口來的 是啊 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在他們眼中 安定繁榮 一定要 是啊 他要這件事 說真的 如果有政制怎麼走 那就繼續胡運下去 但是 他怎麼面對香港人 他不停地 對普選 民主有一個呼聲 在這裏 那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這個要看回國情 真的 講國情 真的 看回 很簡單 現在 如果 如果說國內 是有變化的話 香港 是一定會 是走在 最前的 那個位 是 是嗎 但是 其實好像 不是 香港 我覺得 跟烏陷村相比 香港就真是 落口少少了 喂 烏陷村 是一個exceptional的例子 exceptional 例子 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發展下去 我不知道 會不會今年又 就多做另一個 沃陷村出來 如果 我簡單 假設 如果裡面 譬如 證制是改的 可能有些事情要改的 那香港一定是 事點 香港一定是走到最前 因為香港的基礎 是最穩妥的 而且 而且 不會因為走得最前 而出現亂指 是 香港是不會的 但是大陸就不敢說了 在旅行 在旅行 你知道反日都會 反到燒車 什麼什麼什麼 那樣 就不敢說了 這些 會出事 當然 你說出事 我都不太緊張 是 但是 就是共產黨要緊張 是啊 緊張 所以 我其實在香港 就是裡面要 但是這樣 喂 裏面的政制改革 遙遙無期 嗯 不敢說 但是 當然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為現在 裡面的局 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朗 亦都有 很多人說 六四隨時平反 因為 平反六四 其實實情都是一個 的政治工 打壓正義的工具 正理器 都是理器 都是理器 打垮某些和六四 不可分割的人 是啊 但是 我始終就覺得 中國民主進程 就是 我就 我不覺得可以很快速 當然 你問我中國 我終之一日民主化到 我是很有信心的 是啊 但是不只要等到何年何月 一定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想快的話 要期積 但是 五至十年 我的意思 不是 這裡我跟陳雲 有些地方相似 我覺得 中俄一隔夜 民主起來 是很嚴重的 很危險 相當危險 是非常嚴重的 像是等國的 東歐 東歐 那種情況不同的 這些我覺得 我們找一次再說 這個 就真的不同 是啊 那找一次再說 講回香港 香港 共產黨 固然是香港的 民主發展最大阻力 但是問題就是 喂 我只覺得 香港人要想著 香港以香港作為基地 推翻共產黨 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 更加問題 香港 也都 第一當然這個阻力 但是第二個阻力 就是 太多人 就依賴了 即是有些人 大家明白 那些人 不要講清楚 講清楚 就依附了 共產黨 咦 這樣說 怎麼說呢 即是甚麼意思呢 有些人 大家明白 他們 老實說 他們的榮華富貴 他們的 他們的政治利益 是靠誰來的 即是你說 即是你說 那些人大政協那些 是的 是 他們從哪裏來的 共產黨 是 沒錯 但是這些其實我們算是 我們當他們其實 是共產黨的延伸之一 是的 這樣你想想 這些人 他們是 他們有這個權力 有這個 bargaining power 那經常 這些人 他們為了自己的事情 就會自己走上去說 香港不懂移民 是 是 是啊 經常都說的 很多人都敢說 香港現在 不敢動 即是經常說 香港沒有條件 一人一票 是的 講真的 你說全中國 除了台灣 除了大榮之外 說真的 其實除了香港之外 哪個地方適合一人一票 你真是 是的 就算台灣 我覺得你說很適合 那麼 台灣就成功了 其實因為台灣很適合 我覺得 我覺得 大部分同意 但是 說真的 其實我真是說 這個又是一個奇怪的問題 有一樣東西是適合的嗎 但是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在華人地區來說 香港最適合的 香港價格水平又高 人的水平又高 受 受 西方 就是我們面對西方 又是中國的窗口 你說 又夠西化 又夠西化 其實是夠條件 是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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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拿著 這些東西不試 怎知道行不行呢 有時候真的 就是 learning by doing 就是 learning by doing 就是 曾玉成都說 都說 要看回 就是當時特首選舉 搞得這麼混亂 就是這麼多黑材料 到處飛的時候 他都說 都要回應回香港人 對普選的訴求 曾玉成就是自己的政治語言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就不需要 take it too seriously 就是他都這麼說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溫家寶說了 日日出來說 民主要改革的 當然 當然 不改革就是亡黨亡國 他講的 是啊 是啊 他講了 他自己講 他自己講 蔣經國都說 蔣經國真的成功了 是啊 最後就是李登輝幫他 幫他完成了 他早死 是啊 他早死 是啊 這麼毒 什麼毒 他真的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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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事實 這是事實來的 七十歲 他七十二歲 就拜拜了 是啊 現在人家說真的算早了 七十幾歲 不是 其實基本上是 因為他有很多未完成的任務 很多未完成任務 隔夜瓜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就不要緊 最後最後台灣都民主化了 就是在華人的世界裡面 台灣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所以維基解密就說 李登輝經常說自己是 是中國人千古第一個民選出來的總統 嗯 嗯 嗯 他自己講 嗯 都是的 你聞 你聞到那時候 你 你胡亂同樣覺得 你有令人這麼大時間 都沒有認真實 contain民主選舉 所以選出來 都還會有 一些 他們 AUDIENCE 再說1943年的選舉 1947年的選舉 在大陸的選舉 雖然說有2億人有投票權 但其實當時的選舉是間選 選國大代表在選總統 是間選來的 是間選來的 但你知道台灣不是的 現在台灣就不是了 只有一票了 是的 當然有很多古怪的事情發生 有奧布 其實最近那次都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現在還有什麼 又沒有人爆發 又沒有人病就病槍 沒有人打槍 是啊 大家都好 玩這些事情再搞一次 只會有發酵的事情 說謊不能再說兩次 是 是 沒錯 這是真的 還有今天講的 今天台灣 他的人的 關心都不再是這個 這個的族群問題 是的 不過說回香港先 香港 但是他在香港 就是 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延伸 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 固然當然是 香港也有很多人 每天都 其實有些人 真的害怕香港民主化 是的 但是 一直在香港 一直在香港 猛暗爭取民主的那些人 又在做什麼呢 香港民主派很奇怪 香港民主派 他有一件事 他經常都覺得 有些底線是不穿的 不能夠 不能夠暴力的 不能夠暴力 這些事情 拿開口來講的 是吧 但是 但是 為什麼 不夠人打 對 說真的 最大的問題 他們覺得 就是 如果他們做得太過分 他在心裏 覺得 共產黨會流出槍 怕重點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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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恐懼 對 怕恐懼 怕恐怖 他心理上 已經覺得是這樣 即是 先怕鬼了共產黨 原來已經 是的 即是 如果你經常心理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 那你 怎樣去爭取民主 那 所以 是的 其實 我記得 你 你 你怕共產黨 你不能夠鬥 是的 你自己心理上 恐懼先 再講 第二件事 你自己坐在這位太久 懶了 已經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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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中 很多民主派的人士 其實靠這件事 吃飯 已經很多年了 其實他們自己很害怕 就是 一人 他會失去自己的工作 還有 還有 拿著六四的光環 是的 就不斷撕 撕了二十幾年 他 六四其實 當然是對他們的光環 但也都是 他們最大的 他們最大的心理障礙 因為 他們真的 也真的怕剛才我所說的 就真的 怕怕 好像六四 是的 不是 是對他們拿著一支槍 是的 即是 軍事政變一樣 會有流血事件發生 是的 即是他們的心理上害怕了 OK 如果這樣說 其實這些 一路走來的民主派 真的都很難搞 始終是不行的 即是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障礙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障礙 自己是自己的障礙 自己的心理就是一個障礙 哈哈哈哈 這樣 那其實就 是的 即是這個香港民主派 即是一路二來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都不知在做什麼 我們每年年假設一個 六四燭光晚會 每年都會說 生火相傳 生火相傳 生火到二百代之後 都還在生火相傳 那有什麼意思呢 我又問一個問題 我只問他們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六四真的平反了 那怎麼辦呢 那他不用存在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已經完成了 這樣就 是你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我們以後 以後只要投票 投票給民建聯就可以了 是的 那為什麼投給你呢 那為什麼還要投票給你呢 所以引伸下去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普選 所謂的真普選 他們的政戰有沒有完成了 沒有了 就是這樣了 是的 再見一下他們 沒有了 然後他們就說 哦 完成大業 我們民主黨可以消失了 哈哈 其實是的 真的 真的是的 普選了 OK 投票給民建聯 我們以後都 嗯 那你經常都說 民建聯做實事 是不是 民主黨就說自己 不是在哪裏做實事 哪裏爭取民主 爭取狀況 那你不用存在了 是啊 是啊 如果真的買一箱那一天 真的全被普選 那怎麼辦呢 是啊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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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嚇人 你嚇人骨公的 是啊 是啊 所以就變了就 所以其實就 當然這個我覺得就 就軟了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 距離普選都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就 所以我覺得 民主派怎麼都要培養一些 真正的政治人才 和公共政策的 是 的專家在那裏 某人 某人就說 某人輸了選舉 就說 就說呢 人家靠大聲 嗯 對一些做地區實事 做政策研究的人呢 就沒有人理的 某人啊 是啊 是啊 我想問到一個問題 是 你做過一些什麼 政策研究 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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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市民是認同的呢 是啊 反問一個問題 這麼簡單 是啊 就是說你還不理你 請問你有什麼 正巧呢 什麼正巧呢 大哥 是不是 那這個真的有很大件事 是啊 說真的 如果他們這麼多年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政策 是啊 這樣 由 香港民主派自己 他自己那種疏難 還有那種心理障礙 原來就是 從香港民主派 爭取民主的人 自己就是自己的障礙 自己製造自己的障礙 那就這樣 OK 但是現在我們見到 現在都 各大傳媒都慢這麼說 有些周刊 就說 激進勢力抬頭 CY又有難 是 那 激進勢力 又是不是香港 民主化的 希望呢 我先喝一口水 其實 老實說 見到你們這麼多 即見到民主黨 支流那些 這麼多年 喂 大家都覺得 唉 都 都算了 放棄了 不如用第二個方法 深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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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用第二個方法 跟你拼一拼 其實 每個人都是求這個 最後結局是怎麼不知道的 但一定要變 這個一定要變 民主黨當時呢 他就這麼窮 他說 為什麼激進不行呢 他其實也都反映了他自己的心理障礙 他們說到就是 共產黨會因為這樣而會收回 收回什麼 收 收 收緊 即是倒回 給少些民主 開民主倒車 怎麼會開倒車 為什麼呢 怎麼會開倒車 你自己想像一下 為什麼這樣說 人吵得厲害 第一 人吵得厲害 第二 你的國家都向前走 那怎麼會在國家最前的地方向後走 但是就 除了現在有些人想向後走的 有什麼不行呢 其實那些人真的可以不行的 你知道中國比小說更離奇 那譬如說 你講真的 你中國好像在進步 香港就在開倒車 喂 你港共治港 你還不是開倒車 是啊 但是起碼 起碼在廚窗粉飾裡面 他不可以開倒車 什麼 他是可以繼續開倒車的 其實幾乎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語言 一些投資抹粉飾方法 製造一些好像進步了 但實情就是越來越差勁的 香港現在就是這樣 你可以這樣說 這是暗中做的 是 但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有些人說到就是 他很公開地做的 公開地 是 譬如說 民主一本就不適合香港的 現在亂七八糟這些東西 是的 大家都明白是不會發生的 這個其實已經正正反映了 他心理的 心理的障礙 最後就是人家拿一支槍來指著他 是啊 嗯 即是怕死 是的 正正反映了一個字 他本人 他們班人的心理障礙 那實情人會不會呢 究竟會不會真的 找一支槍去對他們呢 如果會 就不是今天了 神祖已經對了 是啊 哈哈 即是 忍得到你今天呢 即是你都不會死的了 再說 如果真的要對你 你已經神祖不存在了 好像 你報名 之前那一刻 你已經不存在 在這個世界上 即是你會被自殺 被賭貓貓死 之類的 很簡單 以前 以前在台灣 有些人 是不敢去報名參選的 怕被人回答 為什麼呢 因為警備總局會跟你的 咦 為什麼呢 你警備總局 如果你不是國民黨的人參選 警備總局跟你的 他可以找證據 說你是匪蝶 明白明白 現在就不會了 以前 以前 是啊 那 那你們是否害怕這件事啊 你們 但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嘛 為什麼說它不會發生呢 那你想想 你不是國民黨嗎 是啊 你不可能發生的 香港這麼公開的社會 除了你收到傳媒的 就是 以前台灣的傳媒 全部都是阿公的 不是的 到時候 比如說 你問 什麼黨 黨員這麼喜歡 在上面 尋寬 他們肯定有很多斷正相 到時候 到時候 他又走出來 是呀 來公開就行 死了幾件 死了幾件 都是死在尋寬那裏 一個在香港死 我就是在大陸死 是啊 是啊 這件事是活該死的 這些幫不到 這些幫不到 這些 這些是自己拿來的 嗯 沒錯 你不是奴屈的 你 但是你 剛才說台灣的情況 可能是奴屈的 那是香港來的 社會狀況 難聽這些說句 香港人這麼偽善 就是 你 就 弄一些草圖的醜聞 就馬上可以謀殺 一個 民主派的 政治人 對 但是問題 他不是這麼可怕 這些都還可以補命 但是我講台灣 總是補不了命 死了 死了 是啊 畢竟被總告抓去的下場 我經常都跟你說 沒錯 就是 又是被失蹤 被自殺 扔了下海 不見了 扔了下海 扔了下海 扔了下山崖 不見了 真是被自殺 被跳樓 那些 是啊 真是被 避 避 避 你想想香港 現在香港的法制 香港現時的 situation 會發生 如果會發生 除了一個 situation 就是有行政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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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說我 但是真的隨時會發生 為什麼呢 上面真的這麼亂七八糟 香港政變 上面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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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 大家的利益都在這裏 其實大家都是從香港去支持他們裏面這些 這些 怎樣跟人家捏的 是不是 是啊 香港繼續發明 它才有 它才可以繼續有 有資源去跟人家捏 是啊 是啊 你以為是靠裏面的資源 嗯 是啊 要這樣看 這樣 那 原來激進民主派的存在 其實都是駁一鋪的 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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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的鋪的 為什麼呢 繼續湖運下去 那就繼續賺錢 OK 就是爭取時間賺錢 但是這樣 香港一直一直湖運下去 終於一天都要爆煲的 那你繼續泵水 香港繼續做繁榮 那只是在政制上 在議會裏面是這樣 但是 香港最多就是流行 那香港游行 又會有什麼大事情發生的 是的 但是你 香港人 雖然就是 香港就出名的人 是順民來的 但是順民也有個極限的 你可以忍耐多久呢 那現在沒有的 還是純粹大家都是 採取一個叫做 採音樂儀的遊戲 大家除了誰 沒有採 現在都是 現日到日的 大家都是 是 抹世心態 大家都 如果這樣說 其實我們這一集 其實我們要想一下 怎樣 幫香港爭取民主 其實可能都是 沒有什麼 要等就算了 香港現在的民主 有什麼方向 你說激進派 其實是這樣說的 其實現在的情況 正正 我經常都跟人說 是幾次 二十多年前的台灣 是的 就是那些 溫和的民主派 跟 開始偏向 建制那邊的時候 就開始被人吐氣 是的 被人吐氣 那個大家很清楚是誰 是不是 是的 然後就是 那些 所謂黨 以前台灣黨的一些人 走上街 又在議會上 不斷罵人 甚至有些 有些人 衝上主席台 大家都聽見過 是不是 但是 第一個衝上主席台 那個很厲害的 那個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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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學歷 更加厲害的 呀 我實在是省 這麼厲害的 是的 我不知道你會講哪一個 但是 香港有沒有發生的事情 香港有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即是 會有一天 長毛走上去打針虐成一拳 我們應該有機會 長毛是未必 我覺得動物可能會 也不會 難說 暫時香港現在處於一個情況 就是剛剛在這個十字街口那裡 但是現在大家都明白 其實國內的情況就不是另一種情況 所以變成了這個 這個是我想別人所謂說 無論香港的局也好 國內的局也好 同時互相牽引的變成一個千古奇幅 就是這個意思 未見過 歷史上 但是就對了 這就是一個世紀音樂而遊戲 其實看來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我這樣說 如果香港真的要民主化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真的要做什麼 我們真的要誅死地而後生 真的要令到香港真的要爆煲了 之後才是民主 對不對 我又不同意 爆煲都不是我們先 爆煲不是我們先 那上面先爆先 對 爆煲一定不是我們的 我們不會突然爆煲 先爆煲的一定是 一定是 對 對 要說爆煲一定是這樣的 那大支難是這樣的 你看看 很難搞而已 你激進民主派又又放一鋪 溫和民主派又等死 即是等到死了一天都沒有 嗯 但是共產黨又肯定不會給的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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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那 那 看你怎麼看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要看香港的民主化 我們經常講這個問題 就要看 就要看清楚 究竟國內的演變是怎樣 先 先去看香港 OK 這個沒有辦法的 這個 這個大家都 我想在座都不是太反對 因為 因為 老實講 如果你說 國內完全 國內的局 演變 那個局 變又肯定變的了 但是那個變法是怎樣呢 去到最後是怎樣呢 那就會牽引到香港的民主的發展 必然的 沒有辦法的 這個 這個有時候我們 說真的我們靠很多人都靠國內 就是說 就算你說自由行 就算我們吃東西都是 這樣其實就是相互為影響的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的 是 我明白 我還想說一件事 就是變了 就是 怎麼說 我的意思就是 今天的心情就很低落了 變成原來我們是不能夠做任何的事 原來在香港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盡力 盡力做些什麼呢 究竟 現在就算 就算你說所謂的激進派 都好 其實大家都是 其實你問長毛 長毛都是盡力的 盡力幫忙 盡力 盡力 揮得多少 得多少 但是你怎麼揮呢 現在你 即是 你在議會內 有些人會出賣你走入中聯辦 即是你和共產黨沒有事情要談的 那很簡單的 那些走入中聯辦 那些 今次都慢慢被選民退去 很簡單 走多次進入中聯辦 那些人都不選他 那賣有求榮 即是有好處的 下次就第二個做 那下次第二個做 但是有些人一定會這樣做 但是那些人 那些人 做過一次 這麼嚴重 下次不會做 除了自己變成建制 他啊 他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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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說 那個黨和民建人說的一模一樣 現在說的一模一樣 是啊 說的一模一樣 但是他不會把自己變成建制 不過我不敢說 再要看他投票什麼取向 就是如果 如果這些黨 裡面的人 他到最後 原來他投票支持 制制 制制 制制法犯 限制 拉布 這些人 但是這樣 又要反過來 到時候 就有民意大將來 你踩他 香港 很有趣的 香港 有時23條 和國民教育都知道 那個民意大將 是突然衝出來 那些大將是橫衝直撞的 嘛 沒有所向卑微 這個 不是這個有些擔心 因為其實說真的 其實對於很多 其實不是真的 我真是很always 都這麼 這麼關心政治的香港人來講 他可能 他可以第一印象到 他first impression 那裡 對拉布是犯感的 因為他覺得阻礙著了 拉布還拉布 拉布那些 人家不拉布 就有別的方法 對 沒錯 最後很簡單 你去到23條 去到一些critical 位的時候 那個民意大將又走出來 又到處踩的 是 但是 我意思是說 那個critical 位 越退越後 我意思是嗎 在議會裡面是 議會裡面是 那大哥 我就是 我就是不想搞到 香港人 你是怕都要絕食 每次都要走出來 幾十萬人圍著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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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總部 才爭取到一個疑似撤科的方案 都不是 其實是 現在很多人都懷疑他不是 這個沒有辦法的 這個 第一就是政府弱勢 因為政府沒有表現 變了弱勢 最後 最後有critical的時間 就是民意大將一出來踩人 踩人 那個政府不能不退 結果就是這樣 那你講真一句 那你現在就 這次 譬如國教科出了民意大將 十萬人走出來 為政府總部 都是爭取了一個疑似撤科的東西 雖然其實我個人 都幾 都幾放心 其實這件事 他那段落的了 但是其實下一次 他又整個 比如東北 那難道我們真的 每個星期不上班 每個星期六天 不去逛街 就走出來為政府總部嗎 難道我們要 講真 現在 現在第一個特區政府 那個mandate 那個mandate又不行 第一件事 第二 弱勢 弱勢政府 唯一一件事 要不就是 上邊support你 上邊support你 老實說 難道他在看著你嗎 那到最後 他一定有些 大部分的政策 一定向民意那邊談 或者什麼事情都不做 什麼事情都不做 只有兩個選擇 你想想 現在 梁振英 當時講過 紅心壯志什麼 講過天下無定 再無能為力 現在大家都明白 他可以做什麼 是啊 其實就是想這樣 其實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到最後 當然我不覺得 民意大象是經常要出來的 因為政府 政府已經沒有膽子 做事了 被人打殘了 被民意大象打殘了 是 就是 這件事都打殘了 雖然說 現在要退了一點點 但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可能 但都打殘了 如果下次就不是這樣 下次就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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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就好像719-0371那樣 其實我都不肯 其實這次其實就是 都是虧了道氣做做 下次還可不可以找這麼多人出來呢 這個問題上就未必 但下一個問題就不同了 譬如說 新界東北又可不可以找回十幾萬人出來呢 到時大家就會 自有分曉的了 OK 自有分曉 自有分曉 因為沒有辦法的 你看政府怎麼做 政府 他一定 不可以 做一些完全違背了民意的事 不行 很慘的了 到時可能有人放火燒了 政府那種網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是 那怎麼辦呢 是 那另外一件事 我只剩下時間不多 有一件事很想說的 就是 譬如說 香港現在那個 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的論述 真是如雨孝春順一樣 有左派的論述 有右派的論述 有些不知道左還是右的論述 尤民力量那些 經常都不像是左還是右的 右左右右 蕭先生那邊也有 旭敏那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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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譬如說有些東西叫做 香港自治運動 看來香港自治運動 看來很多年青人都買 我們今年七日遊行的時候 我跟我們一起出去 看見 那些 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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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香港旗 哇 旗可一樣 還要扯著英國國旗 這樣 其實當時 譬如說 這個運動 以陳雲的 陳雲的 陳雲教授的那個 那個 他的論述 就是 圍圍這個 就是 圍圍這個 理論的中心 其實他就有個 這樣的 論調 他經常都說 他覺得 真的很危險 這個給我們 本土派的朋友 聽到 洗我們版 但是不要緊 你洗我們版 還好 幫我們宣傳 他們覺得 讓我們能夠 能夠 令到全香港人 決意不在大陸裡面 任何的說話 大陸 就是 共產黨就會被香港民主 是不是真的呢 這件事情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你說 決意 不理裡面的事 但是 你要記住 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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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台灣 決意 有些人說 決意不理大陸的事 一樣 但是 有些事情大家都明白 現在 你要知道 全球化的社會 基本上 我們不能 不能決意不理 一個地方的事 就算這樣 你不理大陸的事 不等大陸不理你的事 是的 很簡單 等於你不理 等於可以 中國時候可以說 你可以不理美國人的事 但是美國人會理你的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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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會整固你的 如果壞些說他 對不對 之後 其實這個香港自治運動 與大陸人區隔 來保命 可能對香港民主發展 不是很有幫助 沒有幫助的 那就 那就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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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頹目了 但是 除了一件事 他要區隔的話 除了一件事 你全部人 不讓人下來香港 買什麼買什麼 你現時 也不讓人下來 買樓也不讓人下來 總之 在深圳路的邊境 整條電 以前我剛才看過 那套卡通片 就說 不是卡通片 什麼超人的電影 以前 以前就說 在東京 在東京 有一個野心家 就利用那些機械人 然後 弄了一道超高鐵牆 在東京都附近 沒有看過 整個東京都 沒有看過 阿B有沒有看過阿B 沒有 沒有 然後 那個東西 做了大獨裁者 在東京裡面 在東京裡面做獨裁者 就真的難了 是不讓人進來的 是 你是否可以這樣做 是 不行 是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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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你想想 但這幫人 是 這件事 譬如客人口中 叫做本土派 或者叫做自治 運動的人 的主張 就是要跟他們 居客 最好就是 我們不要有什麼 交集 跟大陸人 香港人 香港人自己 就自己玩 是 但是 最後一件事 原來也阻止不了一件事 譬如說 這麼多年來 共產黨已經滲透了 香港 說真的那句 是啊 那你現在才區隔 是沒什麼用的 沒什麼用的 再者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們不能夠說 落下來的 全部都是共諜來的 不能這麼說的 有很多是逃利的 反而 反而反而 是啊 有很多是逃利的 是啊 是啊 這樣 那變了 香港自治運動 原來 對香港的民主化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可能沒有什麼建樹 死了 死了 說了這句 又被自治派 本土派人聽到 真實實被人罵 洗你版 洗我版 洗我版 那些禍不及 即是 不要搞搞我們其他主持人 整天洗我版 哈哈 哈哈 這樣 真是這樣 好推的 還有些什麼人 他們做的方法 聽先 還有些什麼人 社運 本土社運 搞 比較 即 即 講全世界的 譬如一些左派的運動 他們做的又 行不行呢 不可能 也是不可能的 你都知道的 現在左翼思想 基本上 即是 現在來到這個時代 已經是六五的思想 差不多 但是 很多年輕人相信 譬如你左翼二十一 很多人都打著這個 佔領中環 其實很多人聲援 老實說 現在你很簡單 你是 當然對的 很多人聲援 也可能講了08年 即是 金融海嘯的影響 那 但是 那個問題是 如果是 如果是 左傾思想 就不會 在 80年代之後 慢慢 慢慢 由一個 很多民主國家 由一個 左翼政府 慢慢變回 一些 一些 新有派的政府 哈哈哈哈 現在新有派政府 又覺得太有了 走回一條線 總之現在 就算 英國的工黨 都走中間 是啊 我知笑 但是這些 這些是 得政權之後發生的 是啊 那未得政權之前 的左派運動 又爭不爭取了民主呢 那 左派自己本身 你說如果是 是要 平真分配等等 它本身的concept 已經可以說 不是叫做民主的 托派的呢 托派的運動呢 托派也難啊 不過這樣 講真一句 從歷史來講 托派的革命 是未成功過的 是啊 托派的革命 是未成功過的 是史上至於未成功過 所以香港有一個代表人物 那個叫長毛 是的 其實還有個司徒 托派的史上未成功過 我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 還有個司徒 是的 托派呢 托派呢 托派問題就是 它可以為它中間P座 比中間P座更加座 但問題就是 它最後呢 結局呢 是會被 在同一個時間呢 有列寧式的革命出現的時候呢 它是被人血洗的 是啊 沒錯啊 是啊 其實在香港還有另一個代表人物 司徒華 是 死了 死了 是啊 是啊 華叔 其實這個思想 我都可以過 我們都覺得是阻談的 在那裡 是阻談 嗯 這樣 那時候都不明白 什麼是托派 哦 托派其實是共產黨的其中一個 怎麼說 因為 一種支派 或者是一種阻力思想 其中一個支 它是社會主義 但是它跟中共啊 蘇聯啊 它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是不主張共產黨專政的 是 它不主張專政 是啊 也不主張宣出革命 是啊 不主張宣出革命的 不是布爾什維克式的 布爾什維克式 是主張宣出革命 就是中共啊 蘇聯這種 是啊 蘇共是主張宣出革命的 不是整個東歐這樣 是啊 經常都是革命的 是啊 當然 那些共產黨語言 是很難明白的 是啊 哈哈 哈哈 但是 這樣說真的 我們 各位主持 又有什麼 又有什麼高見呢 可以怎樣幫到香港民主發展啊 即是 激進 激進民主派又是放一鋪 即是 溫和民主派又是等死 左派又不行 自治又不行 那怎麼辦呢 其實正常呢 應該是走到激進民主派那條路呢 最有機的 正常 如果正常發展 是應該見到楚光的 哈 正常發展啊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根據 根據以往經驗 如果去到 去到激進民主派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是 就是那個 如果是一個 在一個專政的政府來講呢 已經是受到 受到 猛烈的攻擊了 即已經是 那個基礎已經是受到 受到搖動的了 是 是 即是正常的時段 應該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女生回來了 是 即是他已經是根基在搖動的了 但是 但是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政體 是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當他的根基搖動的話 應該正常 正常呢 只是有一個人呢 有一個人在這個 Dictatorship的體系裡面呢 走出來 再去拉動那個 再去 拿著這幫人 去拉動那個民主的進程呢 利用這幫人 拉動那個民主的進程呢 其實已經是事了 已經是水到渠成了 即是民主化了 但是問題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政體 縱使那個特區政府 是有搖動都好 但是 始終來講 國內的情況 國內的政治能量 或者國內的情況 國內的情況 牽動了香港的政局 而國內的政治的力量 也是頂住了 現在我們所謂的特區政府 會不會 其實正正 原來就是 陳雲都說得不中 原來司徒華才說得最中 大陸沒有民主 香港優賞 是啊 因為現在的問題 剛才我一直都說千古奇局 就是這個意思 最慘的一個 不是獨立政體 是啊 不是好像台灣 不是好像台灣 是啊 就算不要說台灣 你說東歐也是如是 是啊 就是出來蘇聯之後 就含含聲 是啊 民主化 是啊 民主化的 問題東歐那個 東歐就是說 其實是那些人 搞到那些政權 那些東歐的國家 比如羅馬利亞 支流那些 已經立立共了 是啊 然後蘇共的政治能量 其實可以初次可以頂住它 但是蘇共自己裡面 都不妥 政治人頂不住它 那就骨牌會這樣倒 嗯 其實就是這樣 整個故事 但是現在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 究竟中國是怎樣 就是 看回中國的局 是啊 看回中國的局 那就是搞到好台 作為在香港 在香港的支持民主派的事情 是很被動的 是很被動的 沒有辦法的 那我們最後會 是不是還是覺得這樣 其實就是 如果真的要孤主一閘的時候 不如 我們都提議了 不如 投注落這個 就是 希望就壓在這個 激進民主派那裡 好過了 是啊 正常應該現在是 那個位置 應該是那個時代 應該是走這個位 但是 阿邦尼你經常都說 香港 香港 其他情況 就像二十多年前的台灣 為什麼你要這樣觀察呢 剛才我不是說過 民主黨的那些人 就是主張跟獨裁政府去談的 是啊 是啊 就是我特區政府不是民主 選出來 經經被人統戰了 經經被人統戰了 他們就像以前黨外有一幫人 以前台灣黨外運動有一幫人 就是這樣 就是最後這幫人 全部歷史 他的政治生涯很快 是由民主化那一刻 就馬上消失了 嗯嗯嗯嗯嗯 然後之後 就有一幫很激進的人 他可能入了議會 或者在街頭上面 在那裡 不斷地磨食政權 就是好像黨外某些人 現在你看到長毛那些很像 許信良啊 施明德啊 是啊 而且有一種更加像 是哪樣呢 以前黨外有些人被人指控就是 偷供 偷供的 是啊 是不是今天好像呢 是啊 今天我們有些激進勢力 又是被人說 偷供 收共產黨錢 不想自己也偷供 一有小動作就是這樣 就說你偷供 是啊 是不是好像呢 方列民主派 那些人就是搞激烈抗爭的 是 就是在搞殘你那個 那個不合理的議會 當年的台灣議會相當不合理 萬年國代 萬年國代 萬年國代相當不合理 萬年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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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 那些呢 因為以前那些 因為呢 本身那個憲法 冷了嘛 立法院選舉 立法院選舉 和這個 國大代表選舉 全部呢 選不到 1947年那些 萬年國代 那些人做下去 因為選不到 因為選不到 因為中國 淪陷了 赤化了 叫做 匪區 是啊 他們叫匪區 這樣嘛 結果那些人呢 其實呢 最後呢 去投票呢 那張凡布床呢 你知道是阿伯來的 去到七八十年代 大家都明白了 百多九十歲 對不對 是 最後呢 國民黨投票是怎樣呢 好 在醫院上抬過的人 出去 去港大代表 投入選總統的 嗯 救命 你見過 你聽過沒有 我沒有聽過 是啊 其實呢 我們見過 有一些呢 打著氧氣 吊著鹽水去的 我純粹 推著吊著鹽水去 走到國大代表 選舉投票的 鎮下鎮下 放一張票進去的 哈哈 救命 哈哈 那大家知道 那張票是選誰的 哈哈 嗯 當然是成長那些 是啊 那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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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呢 就更令人害怕 覺得可能 輪椅都不行了 找了凡布床台去都見過 哈哈 會不會一去到 去到都根本不會投票呢 民進歌坊那些 是啊 是真的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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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情況又似 以前呢 那班呢 黨外那班人呢 就罵這些人的 那些人 那些人經常不肯走 又押了位 因為利益太多 大哥 他在那裡押著位 那些子女呢 就有好處的 是不是 對 真是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那裡罵 現在他們罵呢 又扔招又成 罵人家又沒有事 那些更令人害怕 罵人家老賊 老賊 是啊 還不死 一色一樣 是啊 完全一模一樣 是吧 是啊 然後呢 就是呢 就是呢 去到最後呢 就是呢 統治者覺得不變得 明白明白明白 出資有千古名言 世界潮流 浩浩雙雙 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 就是 蔣經國 蔣經國說的 蔣經國說的 蔣經國說的一句話呢 叫做呢 潮流在變 潮流在變 什麼啊 就是在那邊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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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沒辦法了 就變了 其實他變的幅度已經不大 不過之後他的繼日人變的幅度就很大了 啊 李登輝啊 是啊 現在就要看看 究竟沒有這個人出現 你可能沒有香港這個人出現 沒有中國這個人出現 但是中國現在走的那條路 跟香港走的那條路 是完全不同的 啊 絕對是了 但是很難說的 就是我們很難將這個中國 就是台灣和香港的情況 是倒極的 是啊 很難倒極的 始終台灣就是 和對岸就一岸之隔 始終就是兩個不同政權 根本就是 香港這個 不像 那樣 那樣 那樣就 哎 那樣真的 那樣這集都畏了 是我自己畏了 啊 這樣 很難走的 現在真的這樣搞的 是啊 沒有的 現在等的 是啊 那 是啊 那 你會不會 如果和台灣合作 會有些機會 不可能 有一個鉗制住 不過真的難 你起碼要台灣的人有興趣跟你合作 真的難 台灣的官員跟香港的官員互相看不起 是,沒錯 是啊 人民呢 人民又另一件事 人民我們很尊重人 但是他們倆的官員互相看不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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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一點的 不是,是正義的 香港的官員都看不起台灣官的 是啊 大家互相看不起的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很過癮的 是啊 竟然是這樣的樣子都有 是啊 今天都差不多了,Odys 是啊,差不多了 現在都錄了差不多70分鐘了 那我就錄錄了一下 有關政治的議題 我們就說了很多個星期 那我都是 我都整個月都 下星期轉轉話題 大家說些什麼 下星期我們又說通識的課程 正確正確我們都完全不關通識事 正確我們哪有時事節目 雖然我們說時事節目 點擊到你最高的 哈哈哈哈 也是 也是 這樣吧 很深一點 是的 最多人搜尋 比如說釣魚台 也有百多二百人聽 是的 當然一番日後的發展 我們都會再談 我跟各位主持 各位都是持貧者 而且不經不過 通識頭已經是一歲有多了 我們是去年 2011年9月8日 是第一次上線的 是的 那接不慶呢 我們就打算搞一個 厲害了 打算搞一個現場錄音 邀請過大朋友 我們就來到現場直播 我們就接上去做不了 但就可以邀請過大朋友 來看我們的錄音 參與一起討論 就是成斯頓談判 是的 那時間未定 我們就在想 在這個籌劃階段 有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公佈 但說一些輕鬆一點的事 我都記住 我們都撒寶和年尾 到時說一些輕鬆一點的事 輕鬆一點的事 我們說文思哲理 說一下天文地理也好過 是的 說電影也好 說電影也好 歌音樂也好 也好 說電影音樂也好 娛樂那些都可以 是的 我們公式流都是雅俗共賞的 是的 是的 那大家拭目以待 都期待我們的公佈 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先吃飯 我先吃飯 有人很喜歡吃飯 拜拜 你吃飯 大哥